忠敬法師慈悲開示 尊敬的最同修 最護法 吉祥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這個佛意再過一段時間 我們就把它做得圓滿 最後呢 我們就要來一起做一個總回向 希望我們經過這個佛意的念佛 我們的過往的父母 我們的累結姻親在主 我們的家親見屬 能夠蒙阿彌陀佛 見人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這個是一個非常圓滿 所以今天也是借佛意這一段的因緣 來跟大家講講話 過去呢 三千年前 釋迦摩尼佛在世的時候呢 他常常講了四句話 特別告訴我們弟子 這四句話是哪一句話呢 我相信大家可能也知道 我相信大家可能也知道 這四句話 釋迦摩尼佛常講說 說弟子啊 你要快快覺悟 這四句話 這四句話就是釋迦摩尼佛在世的時候 常常告誡他的弟子 也是告誡我們啊 所以他老人家呢 這四十九年 每一天哦 八個鐘頭 不斷的講經收法 我們今天能夠培養 每一天半個鐘頭來聽經的習慣 那你就功德就不可思議了 佛在世啊 每一天是八個鐘頭耶 而且 越聽越乏喜 你看我們現在 不要說八個鐘頭 你能夠坐下來 把萬元放下 用你的千層心 恭敬的心 不要說半個鐘頭 十五分鐘啊 那就阿彌陀佛了 你看以前 過去的古代啊 人家求法 是怎麼求的 跪著在門 在門口啊 三天三夜不睡覺 你看以前會渴 為了要求法 跟打摩祖師跪在那個學地 三天三夜 而且把他的那個 這個右臂這個 把他 把他砍掉了 貢獻給打摩祖師 那種求法的精神 所以我們今天啊 你能夠二十分鐘啊 每一天 真的阿彌陀佛了 所以現在的人啊 沒有耐心 那釋迦牟尼佛你看啊 他八個鐘頭 為什麼 每天要八個鐘頭呢 目的就是為了我們 能夠早日覺悟 能夠讓我們提早覺悟 覺悟什麼呢 覺悟世間是無常的 是這一個啊 但是我們有沒有覺悟呢 沒有啊 說實在的 我們天天講經 我們聽聽念佛 天天誦經 我們有沒有覺悟 沒有 所以你的生活 為什麼會這麼苦 苦在哪裡 苦就是從迷而來的 你迷了 你才會有煩惱 你迷了你才會墮落 你迷了你才會有六道輪迴 你迷了呢 你才會躲在山土 覺悟的人呢是不可能的 覺悟的人的生活是幸福的 覺悟的人生活是解脫的 覺悟的人生活天天都是快樂的 你不相信你看看你的臉 你的臉顯上出來的是什麼呢 你看你的臉 你回去晚上睡覺之前 你看看你的鏡子 你看看你的臉 顯出來是一個字 哪個字 苦這個字 天天都是苦 哇苦叫做天天愛苦 為什麼會苦 迷了嗎 所以釋迦牟尼佛呢 為什麼要我們覺悟 因為讓我們知道 世間是無常的 大家有沒有覺悟啊 我們在這個世間所居住的環境 每一分每一秒 一刹那時間 都是在變化 你有沒有覺悟 三千年前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人有生老病死 你有沒有覺悟 三千年前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我們這個世間是無常的 這一秒當中可能有死亡的來臨 有可能喔 在這一秒當中有可能會發生什麼大地震 在一秒當中可能會有颱風 像美國前幾天不是有龍泉風嗎 帶來多少的傷害災害的多大 死亡的多少人 沒有人能夠預料的 或者水災一來 山川田地 可能通通都沒有了 那我們有沒有覺悟呢 關鍵是在這個地方 而且佛告訴我們 我們這個身體都有生老病死都在變化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變化的 像子物都有生住異面 患悟都有沉住懷空 都在變化的 所以你有沒有覺悟呢 這個很重要的呢 尊敬的追統修大德 我們一定要不斷的去思維 去思考 不要等到無常道的時候 你要趕快阿彌陀佛 來不及了啦 真的來不及了 真的 你要在這個活在當下 每一分每一秒 只要有空 你要斷惡修善 你要激功雷德 你要不斷的去念佛 因為念佛對你有好處沒有壞處的 所以我們師父上郎 在講經當中常常告訴我們 萬般將不去唯有野水神 能夠帶得走的分秒必爭 什麼帶得走的 斷惡修善 激功雷德 因為這些能夠帶著你到一個 生在一個山山道 生在一個好的地方 不會帶你到三二道去 就算我們得忍生 你得忍生呢 你會長壽 你會福貴 你會健康 這些福報都是經過什麼 經過修來的 我們在這個天底下沒有百次的午餐 每個人一定要付出代價 而且這個付出的代價 你要修行 你要激功雷德 這樣你才能夠得到 很多人說師父我想要長壽 可以啊 有沒有方法 有 你要持戒 持哪條戒 不殺身戒 你看那個釋迦牟尼佛的弟子 伯聚羅尊者 壽命有多長 160歲 160歲 而又健康 他的福報從哪裡來 持戒啊 此那條戒 不殺身戒 這一條 所以你要付出代價的 你今天能夠得忍生 生在澳大利亞 你來世能不能得忍生也不一定 你能不能來世還得到忍生 然後生在澳大利亞國家 也不一定 看你的福報 那代步驟的你要放下 你要不要過於執著 為什麼不要過於執著 因為執著是煩惱的根源 因為執著是六道輪迴的根源 你沒有把這個執著克服呢 你永遠沒辦法超越六道輪迴 你永遠都是在六道輪迴 流浪生死了 這個就是釋迦牟尼佛教我們 你要快快覺悟 我們有沒有覺悟 這個你要思維的 像師父每天睡覺之前 要做一個功課 什麼功課呢 在佛的面前 今天我們要做錯 我的言語有沒有傷害別人 我的行為有沒有傷害別人 我的動作有沒有去傷害別人 不斷地去反省 因為人非聖賢 殊能無過嗎 只要你還是反覆 你就避免不了你的過失 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知道 所以為什麼我們每天不斷地去反省 佛告訴我們我沒有覺悟 我今天有沒有覺悟 我今天是迷了還是覺悟了 這個就是每天我們做一個思考 這個我們一定要懂得這個道理 你寫佛你才能夠得到利益 你念佛才能夠得到利益 所以以前呢還沒疫情之前 師父每次在印尼啊 很多一些企業家 有幾個企業家呢 他經過學佛了 然後常常跟我聊天 請到他的家裡吃個飯 所以我到西澳以後 希望我的西澳同修 寫武法師來了 趕快請寫武法師去吃個飯 不要小氣嘛 對不對 那個到了西澳 你看 當作沒看到 當作沒聽到 對不對 你看師父每次回到印尼 你看 李家請 張家請 李三娘請 為什麼呢 共生嘛 然後請法師開示 講幾句話 就算講了一句法 一句阿彌陀佛 你的功德很大 你請法 這個法 普賢菩薩講的一切供養中 法供養最大 所以 你要記得 你到哪一個道場 你到哪一個寺廟 請了一個法師到家裡來應供的時候 吃完了 你要請法師講一句話 就算他講了一句 關心菩薩的名號 地藏王菩薩的名號 阿彌陀佛的名號 你的功德是無量的 要懂得去修福報 會修的人福報很大 不會修的人福報有限的 你看這些企業家 常常請我到師父到他的家的時候 吃晚飯他跟我分析一些新的 他說師父啊 我以前每一天都是去爭 爭錢啊 爭利啊 爭名啊 每一天不斷去爭 只要有機會我去爭 但是學佛之後我在明白 爭到最後 有沒有一樣東西能夠帶得走的 沒有啊 沒有一樣東西能夠帶得走的 你想一想 你到最後離開這個世界 你哪一樣東西能夠帶得走 像前幾天 有一位居士 他的那個公公 剛剛往生 問我師父 我要燒這個房子 我要燒這個金錢 我要燒這個電腦 我要燒這個飛機 我要燒這個什麼加油站 我說你的公公會不會開飛機 什麼都想要燒 怕等一下到那邊沒錢花 師父可不可以燒 我們法師不可以說反對啊 對不對 你反對等一下人家會罵批評你 你說你可以 等一下法師會批評你哦 你怎麼這樣 出家人鼓勵人家燒這個紙錢 所以我們法是怎麼樣 我們的立場是怎麼樣 我們的立場很簡單 不贊同也不反對 那怎麼辦呢 看著辦 要燒的改改去燒 不想燒也沒關係 真的 所以他們這些企業家常常跟我分享 師父說實在的 活在這個世間 能夠跟大家跟家人在一起 辛辛苦苦的快快樂樂 身體健康最重要的 這些金銀珠寶啊 這些銘利啊什麼啊 身外之物都帶不走 最主要活得開心 活得快樂 比什麼更重要的 為什麼呢 爭來爭去 爭東爭西 爭到最後一席 什麼一席 就是一塊地 那一塊地是什麼 就是你的粉墓 你能夠爭到一塊粉墓 一塊地也爽不錯 有時候連一塊地都沒有 真的 所以尊敬的主義同修沙德 我們一定要覺悟 真的 對你有很大的幫助 對你的收穫利益很大 因為人生是無常 一刹那 都在變化 無論你在追求什麼 無論你擁有什麼 都是一直在變化的 都是無常的 那我們要懂得這個道理 你明白這個事實的真相 你的內心的貪欲 你的內心的欲望 自自然然 慢慢會消失 因為你明白這個事實真相 你了解這個事實真相 你不會產生過於嚴重的執著 因為到最後沒有一樣東西 能夠帶得走 你要覺悟這個道理 所以師父每天晚上就是這樣的做功 早上起來就是做這樣的功 提醒自己 反省自己 我這一生我的目標是什麼 我這一生我的方向是什麼 我將來在這個世界 我要離開這個世界 我要到哪裡 我要往哪一個地方去 我將來我的生命 我將來我的目標 這什麼樣的志向 這個你一定要清楚的 不然的話 無常一來 什麼都談不了了 所以最後啊 給大家來講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呢 其實也是在提醒我們 我希望你們能夠 好好聽 過去呢 廉恥大師啊 常常啊 講一些故事 他說有一種比喻 他說這個比喻喔 是比喻喔 不是真的 是一種比喻喔 他說 閻羅網呢 常常給我們寫信 閻羅網喔 跟閻羅網見面喔 不是好事的 真的耶 人喔 有人道 有三道 有三二道 你將來是往哪一道 都是你自己的 沒有別人能夠來障礙你 自己選擇 你的生活 你的生命是怎麼樣的 你的結果將來 你的前途是一片的光明 還是一片的黑暗 都是你自己本身 那有一天呢 那閻羅網啊 在這個陰昭地府啊 在這個里面的時候呢 他呢 有一位老人家 已經死了 他呢 閻羅網把他 抓來到這個陰昭地府 陰昭地府 然後閻羅網看到這位老人啊 就罵這位老人 折罵他 批評他 怎麼罵他呢 他說啊 老人家啊 你在世的時候啊 身體健康 頭腦清楚 你不好好斷惡修上 激功雷德 而且這一生造了 許許多多的罪悦 現在你在陰昭地府 你要受苦受難了 你為什麼會這樣 那這個閻羅網就罵這個老人家 這位老人家好厲害 更厲害啊 怎麼厲害法呢 他跟這個閻羅網辯論耶 他說閻羅網 這個是你不對的地方 哦 哦 你看我們看這個電視 有沒有 在上法庭的時候 那些罪人啊 好厲害 啊 請這些律師 哎呀 把黑變成白 把白變成黑了 但是閻羅網啊 更你 比你更厲害 你不能欺騙他的 哦 真的 然後呢 這個老人家就跟這個閻羅網講 他說閻羅網 既然你要把他抓來 既然你說我沒有行善 沒有機功雷德 你應該要提醒我啊 你要抓我 你首先 你首先一定要先來通知我嘛 你什麼時候要來抓我 你什麼時候要把他帶到這個陰昭地府 你要通知我一生啊 我才能夠懂得是怎麼樣做善斷惡修善 你現在 你現在莫名其妙把他抓過來 我哪有機會啊 你看哦 這老人家好厲害哦 那閻羅網是怎麼說的呢 你看這個老人家很厲害 閻羅網跟他比他更厲害 他說我有通知你耶 只是你不知道 他說在哪個地方 你看哦 你以前年輕的時候 你那個頭髮很亮亮的 你看你現在頭髮都白了 這個是我給你寫信的耶 等一下回去到家裡 你看看你的頭髮有沒有白 如果有白 看到一個 就等於閻羅網跟你寫信 就是一封信了 如果你的頭髮已經白了很多 那閻羅網已經給你寫了很多信 你要知道 這個就是信了 還有 閻羅網又繼續講 他說啊你看 你以前眼睛很亮 看什麼東西都很清楚 你看你現在看 看字啊 看畫呀 看人啊 是什麼 老花 以前 以前不用戴眼鏡 你看現在都戴眼鏡 你看師父都戴眼鏡 這個閻羅網在提醒我 哦 所以現在你要你要你要 你要趕快覺悟啊 你不覺悟不行啊 你看你看 以前你看我們看 遠遠的 哎 那個是西奧的統修耶 很遠哦 能夠看得清楚 那個不是我們的總幹事嗎 阿宅嘛 哎 現在為什麼看不清楚 老花看不清楚 哎 你是哪一位啊 你是誰啊 這個就是閻羅網去提醒你啊 還有閻羅網就告訴這個老人家 你看你的耳朵以前 聽什麼樣都很清楚 現在啊 天空在打雷 你也聽不到 哦 你以前你的牙齒 吃東西都很堅硬的 都能夠吃花生 你看你現在 連花生都吃不了 牙齒一個一個掉 哦 你看 這個就是一封信啊 難道你不知道嗎 我天天給你信信耶 你以前走路很快 現在連走路都不行 你看以前你的皮膚 哦 很亮很漂亮 現在你的皮膚啊 你看 都已經弱了 哦 像老人家那一樣 以前那個皮膚都沒有黑斑 現在一大堆的黑斑 這個就是一封信的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哦 然後呢 突然間旁邊有一位年輕人啊 突然間跟閻羅網抗議 這個年輕人呢 就跟閻羅網講 閻羅網 老人家 你這樣講 我能夠接受 但是我還年輕呢 你現在把我抓來 你什麼意思呢 他說 我也通知你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們一定要知道的 這個坟墓啊 不分 男女老少的 這個坟墓裝的就是死人 不是年輕或是老的 都是一樣的 要記得 黃泉路上 古老少 孤魂都是少年人 你看現在的坟墓的人 都是都是年輕人呢 現在的人都是黑白髮送黑髮人 很多啊 哦 所以呢 有一位年輕人呢 就抗議啊 跟這個閻羅網說 閻羅網 我還年輕呢 你為什麼不通知我 你為什麼把我抓來呢 閻羅網說啊 有啊 前幾天你的鄰居隔壁 因為意外 被水淹死了 他比你年輕呢 所以尊敬的主義同修大德 這個故事裡面 他在提醒我們什麼 提醒我們 無常隨時都會來臨 真的 不要開玩笑 真的不要開玩笑 隨時都會來的 今天我們能夠聚會一處 我們明天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真的不知道 所以活一天 你有只要有空有時間 你要趕快斷惡修閃 有空呢趕快念佛 話少說 佛多念一句 這樣對我們呢 有很大的幫助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 在這個生活裡面 沒有一樣能夠帶得走 能夠帶得走的是我們的業力 那如果這個業力 這個業有分為兩種 一個善 一個惡的 那我們修淨土的 要帶的是什麼 你的淨業 淨業就是你的清淨心 清淨心才能夠往生西方其樂世界 今天你還有一絲毫對這個世間 沒辦法看破放下 你是沒辦法 表生死超越六道輪位 只要你還有一絲毫 你放不下的 你就沒辦法 所以從這個故事裡面 常常來提醒我們真的 現在的人 說實在的 像剛才我所講的 黃泉路上無老少 孤魂都是少年人 現在的棺材都是裝的 就是年輕人 這個簡單給大家做一個 一個介紹 像最近這個瑞士 最近這個瑞士 瑞士這些科學家不是製造了一些 那種人家躺在裡面 幾秒鐘在裡面 他就安樂死了 你知道嗎 這些做安樂死的人 幾乎很多都是年輕人 為什麼呢 有一些因為得了病 比如說癌症 那種癌症的折磨 那種痛的痛苦 天天在那邊折磨 天命在那痛苦 所以沒辦法接受 所以將來呢 這個最後給大家做一個提醒 將來啊 這個科學家已經研究出來了 他做了一個結論 什麼結論呢 將來未來的人類啊 有兩個很危機 第一個是健康的問題 健康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缺食量 就是缺量 缺食物 就是說呢 很多人會受到飢餓 因為這個天氣的變化 空氣的變化 地球的變化 因為災難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問題呢 而且將來的這個人類的身體 有健康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空氣 你所吃的 所喝的 都是我們講的 就是飲苦食毒的 第二的 你的內心的毒素 就是你的貪 你的稱吃慢 就是影響你的整個身體 你的身體 會不健康 就是因為你的心不健康 所以佛法裡面所講的 一暴隨者正暴轉 這個環境 你的身體 這個地球 都是隨著這個人心的變化 人心善了 天天平安 家宅永安 人心不善了 這個家宅當然不會平安的 這個地球會帶來很多的災難 那我們怎麼樣來改變 從你自己本身改變 如果你想要身體健康長壽 將來離開這個世間 能夠善終 善終就是意思說 於至死至 身體健康 沒有病根 你能夠 再離開這個世間 歡歡喜喜的 沒有憂慮 沒有恐懼 你將來得人生 會生在一個很好的家庭 你將來離開這個世間 你會到散散道去 這個就是福寶 所以尊敬的 至於統修大德 這個就是在我們 給大家做一個提醒 做一個警惕 我們一定要好好 認真去思考 佛告訴我們的 這四句話 你要快快覺悟 快快覺悟 人生是苦 要苦 那怎麼得樂呢 趕快念佛 將來離開這個世間 趕快到西方極的世界去 去牽進阿彌陀佛 去牽進十方諸佛如來 到西方極的世界 有樂沒有苦 只有樂沒有苦的 而且都是永恆的 而且將來不會剁山途 而且將來能夠去度化 無量無邊的眾生 這個就是我們念佛最高的目的 最大的方向 這個簡單 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如果有講一些不對的地方 請大家多多批評 多多指導 有言我們 讓大家將來能夠在西澳聚會 能夠到你們家 吃個飯 你看這個師父厚臉皮 沒面子 你看 在這個地方 跟你們叛緣 到了西澳 不要當初沒有看到 當初沒聽到 將來呢 我們能夠聚會一起 一起來學佛 一起來念佛 希望我們能夠 將來 離開這個世界 同生极樂果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